地产的政策呢 我们的把握是准确的 自己可以吹一下牛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房租不吵 这是长期的 政策呢 不断地把篱笆墙 试了严密一点 这也是政策的一个乏力点 那在这种政策严厉条件之下呢 激进的 风控的 感受不到政策压力的 自以为是的企业 必然会有穷途没入 这个呢 我们很早以前也讲过 那目前来看呢 风险比较大的企业呢 已经暴露出了若干款 对吧 比如说像泰河这种 泰河这种呢 就前些年 这个太激进 在这个流动性宽松 然后市场需求旺盛 充分头脑 再加上呢 觉得自己的产品 好像很有特点 打遍天下无敌手 这样的 这个不断的这个买力 然后呢 这种高端的 带有私事性质的住宅 其实整个呢 打造的过程 特别时间特别长 第二个呢 通常来讲呢 它需要呢 在核心城市 或者在它的周边 实际上是比较大的风险的 时间长的 你肯定就风险打 对吧 你做不到快销 你这个很容易呢 遇到政策的打击 那同时呢 你如果说选择的一些地方 是在核心城市 那核心城市呢 现在就是政策的调控 比较严厉的地方 也很容易转上 对吧 所以呢 它爆雷呢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只是它原来高估了它的产品力 或者高估了它的融税能力 这个呢 才是高估了 爆雷很正常 第二个呢 像华夏幸福这种 华夏幸福呢 它的成长过程呢 就是一个特例 它很显然 它是由一个很边缘的房地产企业 打了一个特色的 这样一个战术 这样的成长起来 那它做了什么呢 它一是做产城 就是替地方政府呢 找找引资 做的是产城这部分 那产城呢 就是做转办 产城呢 就是要长期持有 产城呢 就是要有招商能力 你要能够对行业有带动作用 你才能够做得下去 第二个呢 像华夏幸福呢 它是一个典型的 区域型的这种开发商 它特别容易呢 受到它主产区 这个房地产政策的一个变化 它的一个影响 所以呢 当北京的重演 这个调控 又是在这个一线城市里头 这个重演追演的 那这样的背景之下呢 它的黄金 就是环北京的这个战略 肯定是失败的 而且这个失败呢 不是说跌一点点 是断崖式的 这种下跌 这个下跌呢 是量价双跌 那它不死谁死 对吧 所以呢 它尽管呢 在中间 它去抱 中国平安的大腿 但是这条大腿 也不会一直给它 这个所谓血中送弹 无非呢 是在中间某个阶段呢 大家觉得有利可图 这个合作了一把 然后对阻失败之后 那中国平安的 采取的是 壮士断壁的 这样一个手法 就是我先认陪 后面再怎么着 再怎么着 对吧 那华夏幸福能够怎么干呢 它只能去求这个地方政府 看看有没有能够把它拉起来 这是华夏幸福 那么华夏幸福呢 其实万科呢 算是帮了两次 第一次呢 万科北京去接它呢 廊房的房 应该是廊房吧 就是黄金的地 我觉得实际本身就不好 当时候呢 我没说什么 因为觉得 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合作 也可能是拉兄弟一榜 但是后面的证明 当时买的那几块地 那都是赔钱赔的 赔得很厉害 去年万科 计题的 这个项目审视里头 有三个 就是那三个项目 这个呢 我当时其实我就看到 它去接那些地 很全 很全 因为我本身不看好 黄金 这个房地产市场 这是这个上一次 那最近这次呢 接南京这块地的话呢 我觉得呢 应该风险是相对可控的 尽管这块地呢 利润不大 因为地价本身比较高 但是呢 南京呢 目前来看呢 是西尼县城市 购买力比较强大的 那算是帮 这个华夏幸福 同时呢 算是在市占率上面呢 有增加 但是减块地不挣钱 也没少 这个呢 是跟华夏幸福的情况 那么跟南关 南关呢 很典型 我觉得南关是另外一种典型 就是区域的 这个做到最好 然后呢 雄心壮志 开始请一大堆的 职业经理人 做全国的一个国上 然后在内部呢 协调比较差 这样呢 也在这一次的 这种房地产调控当中呢 内部呢 出现周转不灵 那么万科呢 同样也算 伸出了这个橄榄枝 收了他一些地 那对于开发商来讲呢 收点地呢 是风险比较小的 因为反正也要买地嘛 对吧 只要呢 相对的地 位置啊 比较好 同时呢 里面的问题 比较少 就干净 接一接 也就接一接 帮忙忙 就是这样 但是呢 如果说像万科要去 入股太和那种操作 那确实是非常谨慎的 那我们也看到呢 万科的风控 还是不错的 对吧 早早答应参与 但设定了 这个参股前的 一系列的条件 到目前为止 太和自己做不到 太和自己做不到 这个呢 还是体现出呢 万科在 他想采取风控的时候 他的专业能力是 业界最强的 他可以疯得很死 给你条件 你自己做不到 那不怪我 对吧 就是这样 那么这次呢 这个 其实最近几次 中央政治局的会议 对房地产政策 我觉得是清晰 严厉 但是呢 有持某种程度的 这个支持 并不是一味的打压 政策呢 我觉得现在在 房地产条红上面 是越来越熟练的 同时呢 也越来越分得清楚 这个轻重的 因为房地产的 这个 这个产业链 还有它的分量太大 根本就离不了 根本就离不了 对吧 你七到八到 你还得 哪怕呢 知道呢 这个老百姓的购买力 比较难以 全面的跟上 这个房价的走势 所以呢 他也得在政策里头呢 他留出 长租房 这样一个选项 来满足呢 老百姓的 住房的需求 这是可以看出呢 政策的选择 非常融通的地方 就是他既强调呢 对这个行业的这种 重严的这种调控 而且调控政策 现在确实是越来越严 包括最近的这种 百分之三十 四十的销售额 用于买力 有个红线 那这条红线实际上是虚的 这条红线 对多数的房地产企业来讲呢 都是不会碰到的 只有极少数 规模不大 野心太大的企业 很激进的 去干 这个逆势拿地的 才会碰到这条线 一般都碰不到 像万科这种 一年也就是 百分之三十以内 他肯定是在百分之三十以内 去买力 不可能超过百分之三十 所以百分之四十 根本就碰不到 这个很像以前 证监会给保险公司 放开上注释的一个比例 但是这个政策的利好 其实是偏虚的 因为保险企业注释的比例 前面那个红线都碰不着 你再给它更高的红线 它也没有用 它也用不上 这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这一次 我们必须承认市场的 极端扭曲 是历史上面非常罕见的 A股在历史上面 也有风格之争 也有阶段性的强弱 但是很少见到 今年四月份 到今年七月份 这样一种 对核心蓝筹股 这种反复打击 屡创新低 这种新低不是 不只是股价新低 是估值新低 特别的摧残 然后这种新低又是在凉度跌幅上面 是巨大的 这个在A股历史上面没有过 就没有同时发现 就是股价新低 估值新低 然后累计跌幅 巨大 然后市场流动性不缺乏 然后市场局部还很火爆 这种情况之下 从来没有出现过 所以它在今年 对价值投资者的打击是致命的 我相信有很多价值投资者会被打到破产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用平常的观点去看待今天的市场 那如果说在家的杠杆 那就很容易能被打爆 所以今年真的是在七月份之前 对价投资人是一种 这个叫端了老窝的 这么一种围剿 这个很罕见 但不管怎么样讲 我们都认为今天是一个转折者 是政策 资金 市场走势 市场风格 以及胜负 有所体现的 这样一个转折者 好吧 谢谢大家